桂林里中山路兩旁的排水溝 完工多年來因受921地震影響 使結構損壞 而一遇大雨都會排水不良 產生淹嘴的問題 困擾地方許久 這個水溝是因為開樓一直到現在 經過921已經都裂開 所以例如說這裡 如果在落後時間也會擠水 因為我們這個村來 住到非常多人 裡面還有比佛麗山莊 我們這個村來可以說非常多人 所以他也希望說 我們縣政府可以在很快的時間 來完成 在京地方各界人士陳情反應後 縣長林明珍也在縣議員 蔡孟兒 郵浩 陪同夏 前往中山路會堪 為改善地方淹水問題 縣長也表示會緊述規劃工程 來修散排水溝 桂林里中山路 這條中山路 因為這個排水溝 剛才開樓做到這次 這個排水溝 還用來救濟地檔 水溝變得這麼小 水溝都會擠出 排不離 像這次排水溝 沒有做也不行 現在沒有做 然後還擠水了 這也沒錢做得好 整個水溝都淹水下來 可以說對我們地方 整個淹水是真的不好的現象 今天來回規 之後決定要做 這個港澳的總共要90萬 縣議員游浩表示 中山路淹水問題影響地方許久 感謝縣長能夠重視問題前來會看 並規劃工程 使地方環境的品質 能夠更加提升 今天非常感謝李明珍縣長 特別在我們主山排的一系列的一個會看 那在我們桂林里的這個地方 那其實過去來講 一直常常會受到淹水的這個影響 那包括它的水溝是比較窄小的 那今天特別謝謝李明珍縣長 特別的關心這個問題 那今天縣長也很大方的承諾了 90萬儘速的來去做這個水溝的一個修繕 他也避免說 未來颱風的時候造成的淹水問題的話 可以一次解決 那再次感謝李明珍縣 以及包括里長的提拔 跟大家的共同努力 議長和勝峰感謝縣長 對於地方建設的關心 也希望排水溝能夠儘速來修繕 使地方淹水問題得以改善 保障地方環境的安全及品質 記者盧玉凱 竹山採訪報導